央行升席助威 金融股还能继续追吗 那就要看法人的脸色咯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财经即时通 我是Cindy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分析师 胡真宏老师 Cindy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大盘看起来虽然差强人意 但是金融类股去荣登 外资买超的第一名 老师你觉得金融类股 还能不能继续就是尝试下去啊 其实这一波的大盘 应该是说都是金融股 把它带上来的 如果没有金融股 我看我们的大盘 应该直接跌到1万5以下 所以金融股它为什么会那么强 那当然也是跟这个 生息的题材有关系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当然是最主要是 它的筹码真的是比较集中 因为散户比较不会去碰它 那会碰的大概就是 以所谓的定存股 用这种方式来去做一个投资 那定存股的这个量也不是很多了 大部分都是零股 所以因此啊 这个金融股就常常成为 法人在控盘的重要的工具 那因此呢 金融股实际上 我们要操作的话 那当然如果是说这个定存股 我们不去讨论的话 那实际上 它是以比较波段式的操作 如果你是以短线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 因为金融股基本上它都是怎么样 可能是进三步退两步 要不然就是在原地打赚 这就是金融股最长的一个走势的格局 那当然每档金融股都有一些法人的筹码 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些金融股 可能大家会比较 成为金融股指标或龙头的 我们先拿出来做一个解析 好那我们先看这个富邦金 那富邦金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其实富邦金 在这一波的金融股的上涨当中 其实它并不是非常的强 那为什么呢 可能它跟它的所谓的 未来可能它配息的部分 不是非常的亮眼 我相信这个应该比较有关系 虽然现在的消息没有出来 可是呢每次都是春江水暖压先知 也就是说法人可能已经先知道了 那因为国泰金已经先公布了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所以说富邦金目前为止 你可以看它的这个解套的卖压区 大概在76到79块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办法去突破的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会去做一个整理 那尤其这个外资的筹码的动向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在之前这个富邦金 几乎外资天天在卖超 所以就造成它的股价这边 有没有你可以看到K线 就像我所讲的 涨了三天之后它又休息个三天 要不然涨个两天又休息三天 你又觉得操作这种股票 你会觉得很烦 所以因此 这个外资的筹码 有没有办法开始恢复像以前一样 连续的买超 那这个富邦金才有机会去突破这个解套的卖压区 那其实这个解套卖压区要消化也是非常容易 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很多金融股实际上的筹码都在法人的手上 所以说这个解套卖压区只要是 本身法人愿意买 其实那个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卖压 因为手上都是他们筹码都是在外资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档就是国泰金 你就会发现到国泰金 跟刚才的富邦金的那个K线 就差非常的多 因为他有公布说 他这个配息现金大概是在3块钱左右 那尤其是这个国泰金 你可以注意到说 他的K线几乎是怎么样 一路往上走 也就是说你在买国泰金的这些人 反而是怎么样 一路往上走 好像在做电子股一样 不太像金融股 好那他的这个解套卖压区就是停留在65到68.5 那有没有机会再去做突破 我觉得这个机会蛮大的 因为他的K线走势就真的是比较强 你可以去看一下刚才我们的 这是富邦金对不对 那这个是国泰金 感受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这个单人啊 国泰金还是以外资的筹码为主 那第三档就是开发金 开发金就比较不一样 开发金是比较于投信 投信他最近买的就比较多 那他的这个线型来看的话 还是比富邦金强 但是呢 跟国泰金比起来的话 他又比他好一点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他的解套卖压区 在这个地方 其实要做个突破 蛮简单的 因为他最近有放量 所以这个解套卖压区 19到19.7 看能不能突破 如果突破的话 就有机会去走另外一波 那当然开发金最近投薪会 不断的做加码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开发金已经并购了中售 是 那未来 对 他未来中售的利益呢 也会有办法来做个认列 换句话说 未来开发金的获利就不太一样了 有可能会有出现大幅的成长 那再来另外一档股票就是中信金 算是我们今天讨论这四档金融股里面最强的 对他们是外资买超的冠军 对对对 除了这个外资买 投信也买 也就是说土洋同时来做 他并没有对着 而是同时加码 好 他已经突破了空方的防守点 29.1元 那可是这29.1元 有没有办法连续站稳三天呢 这就是我们要观察的 因为我们说一个突破的压力之后 要经过三天的确认 才能够真正的确定说 这个地方就有有效的突破 那我们今天金融股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胡老师详细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消息 记得一定要锁定老师的LINE和Tilogren 那财经即时通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